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惜呀 晚生也曾听说过汪大人十分不喜欢南方人 在吏部从来不提拔和重用南方人 我一直以为是耳听为虚 今日也算是眼见为实了 那说晚生也叹一声 可惜呀 你为老夫而感叹 正是 语成大事者 岂能是心胸狭窄之辈 告辞 为何聪明人偏偏都是南方人哪 去吧 这个张文勉 你都了解清楚了 回公公 小的都了解清楚了 张文勉是南直立松江府华庭人士 现学生员以财学和谋略闻于当地 只知去年历秋实因酗酒滋事犯了学规被除名了 脸见功名无望 这才北上京师想攀亲寻友寻找一条出路 他找汪守靖是想在汪守靖手底下某一个幕僚的差事 只可惜汪守靖憎恨南方人 你能不能为我把他给招来 只怕还需公公妥善安排 既要断了他的去路 还要关照他的前程 我明白了 光守靖那里 你仍然要盯紧了 哎小的明白 公公的事五小事 小的会尽心尽力的 嗯 去吧 哎是 包子啊 买包子吗 热腾腾的包子啊 客官 买包子吗 哦 好 既然 Jetzt 你怎么会干的 他就准备了 他就得了 骂子 你不知道 其实你怎么会干的 要是她 我也没干的 你怎么会干的 我来干的 请进 请问你找谁 可是张文勉先生 正是 我家公公仰慕张先生的才华 特地让我来拜见张先生 公公 我可从来不认识什么公公 我家公公姓刘 服侍于当今皇上 你家公公找我有何事 我家公公想求张先生的才华 公公说 只要张先生不嫌委屈 就给先生在西城丰盛胡同 另一所房屋 我张文勉现在衣食无浊 是不假 可是 我还没有到 给一个宦官弄权的地步 张先生 这话不能说绝了呀 我家公公对张先生可是求贤若渴 一片诚心哪 对不起 请将我刚才说的话 如实转告你家公公即可 俗话说 话不投机 半句多 好吧 我家公公也料到了今天的结局 公公说 他久慕张先生的才华与人品 他的大门永远向张先生敞开着 张先生 还有什么事啊 张先生 房东 请房东再宽限文免两天 过两天文免把房租一并交上 张先生 我出租房屋已经有年头了 我的原则是从不赦账 也不宽限 爷 爷怎么闷闷不乐呀 书上那些稀奇古怪的道理 爷怎么也想不明白 哎呦 爷 想那些书干嘛呀 那些书啊 原本就不是教皇上该怎么做 不该怎么做的 怎么讲 他是要求做臣子的 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 有道理 可是每一个皇上都得读这些书啊 嗨 读归读 谁也不会往心里去 怎见得 哪一位皇上是按照书上的要求 去做皇上的 这样做皇上那还有什么趣味啊 这从前哪 有一位皇子不想做皇上 他父皇又说 你连皇上都不愿意做 你还想做什么呀 可见做皇上 应该是天底下地皮头最容易的事了 只是做臣子 得按照那书上的要求 中规中矩地做臣子 首先呢 得把皇上伺候好才对 是啊 难怪太祖皇帝 要把朱熹那个宋朝的本家 那么当回事儿 那些大臣 干嘛要把那些书念给爷听啊 他们不外乎 想证明自己没有闲着 还想让爷也不闲着 爷闲着怎么了 他们担心爷一旦闲下来 就会只想着 骑马 踢球 射箭 看大戏啊 这是木头人吗 朕就算是木头人 也得爷爷木偶戏 自娱自乐 活动活动筋骨吧 他们呢 就是想让爷成为一个木头人 而那根线呢 还得捏在他们手里 所以 他们才让爷读那个书 认那个链 他们要说是对的 爷自然也会说是对的 他们要说是不对的呢 爷也只能说是不对 他们呢 只会做个吊书袋 在是是非非上做文章 他们呢 做不成什么大事 哎 曼朝的大臣 要是都像刘公公这么明白 爷就舒服多了 刘公公 有什么好玩的没有啊 有啊 奴才这就领爷去 爷 你听奴才说啊 刘公公 你要把皇上领到哪去啊 回公主的话 奴才只是陪着皇上随意走走 姐姐 皇上开经研了 我也想来看看 刚才还在皇上的赐宴上 给大臣敬了三杯酒 感谢他们劳心费神 李先生还说 皇上善于思考 只要持之以恒 学业就会与日俱进的 姐姐什么时候成道学先生了 父皇临终时遗诏 要李先生 萧公公尽心尽力地辅助皇上时 姐姐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皇上 给李先生敬杯酒去 敬酒就免了吧 朕答应解决 以后好好念书还不行吗 这可是皇上亲口答应的 刘公公 日后也要做个证人哪 是 好大两位 フ durante 主刑 근데 他们对父亲 狂症 没他们 可以 本期 来 张先生 请 为张先生租赁的住所家居简陋 还望张先生包涵 刘公公又用得着我面的地方 尽管吩咐 刘某用得着张先生的地方很多 原本应该从长计议 但有一事想听听张先生的主张 刘公公请说 内阁缺缘已久 近来吏部尚书要补人 张先生以为谁为最佳呢 公公亦有所属吗 没有 有一个人 刘公公有机会的话 不妨加以关照 谁 吏部左侍郎 汪守静 可汪守静在朝中的口碑不好 而且他还委屈过张先生 汪守静人品不好是事实 可他却是刘公公事业得以进步的最佳人选 他要是能升任吏部尚书 就能消解李东阳的力量 汪守静对刘公公未来的事业 会有很大的帮助 未来的事业 刘公公未来的事业 就是谋私立剑掌印太监之职 取代萧公公 这朝廷的外朝 是文武百官六部尚书 内庭就是皇宫大内的私立剑 内阁学士是当朝的宰相 而私立剑掌印太监 就是内庭的宰相 刘公公要有所进步 自然要得到这私立剑掌印太监之职 但刘公公又担心 李东阳和外朝不为刘公公所用 刘公公需要的是一些 厚颜无耻 唯利是图的小人 这汪守静正是刘公公的最佳人选 只要刘公公辅佐他 能升任吏部尚书 日后再辅佐他进入内阁 那就等于在外朝 李东阳的棋盘里 安插进刘公公的一个棋子 那这盘棋对刘公公而言 就满盘结果 张先生的一席话 使我茅塞动开 张先生 你就是我的诸葛孔明 蒙安公夸奖 敢不竭尽忠诚 张先生 我这里很需要你 如果你不嫌委屈 我先在锦衣卫里 为你谋一职位 每日到我这里来办事 行吗 文敏不稀图做官 能为安公办事便好 我知道你不稀罕 不过在锦衣卫里挂一职位 哪怕是百户 出入才便当 文敏 但凭安公安排 来 您 老爷 少爷出门会朋友去了 临走留话 说不回来吃饭了 这哪是过日子 这家里一天到晚 冷冷清清的 老爷 咱们少爷呢 是整天在外边会朋友 应酬 您身边呢 又没有一个 知冷知热的女人疼您 这难免啊就显得冷清 老爷 您就没打算再娶一番 或者是 没有您中意的女人 女人倒是有一个 支持天涯呀 老爷 以您这样的身份 这地位 您想要什么样的女人 找不着啊 说起这个女人呢 还是在皇上 登基前的一个月 四川吐司 臣郡作乱 朝廷派兵 分六路围剿 才将臣郡制服 都抑制服 陈郡的家眷 都押回了京师 老爷 陈郡是个男的 跟您喜欢的女人 有什么关系吗 大臣啊 你的毛病 就是两个字 性急 您让我把话说完不成呢 是 老爷 您说 您说 我在四川围观的时候 见过曾郡的小妾 叫茶包 茶包 可是个美人啊 茶包好像也跟着一起 压界进京啊 又白 又酥 比陈西米枝的婆姨 还要漂亮 自从那次一面 让我是茶饭不死很久啊 从那以后 凡提到女人二字 我这脑袋里啊 必是茶包 老爷 这茶包不是进京了吗 您还不想点办法吗 他 你又兴急了不是 凡罪人家属莫官 都立发给功臣为奴 文官不得瞻其晦 太祖皇上时 有一县令获罪 其女守卫官毕 那女子 和茶包一样的妩媚动人 可又丞相 汪广阳色令致婚 那宠了 太祖皇帝得知 此汪广阳自尽 所牵连的官员是 一律之罪 有那么可怕 没那么可怕 我 我还用得着等到今天 张三妹 十五岁 积冠 太皇太后到 身高五尺六 臂长五尺五 罗西施 太皇太后 这是初选出来的六十名秀女 正在进行第二轮筛选 山东林椅 往前站啊 身高五尺六 臂长五尺四 给皇上挑选后妃 能选这些狐狸精吗 皇上要是臣免于女色 还有什么精力处理国家大事 把那些胡言媚主的 都淘汰下来 放到皇上见不着的地方 过几年送出去嫁人 这后宫本来就不是 他们该来的地方 想做后妃 也不知道他们家的祖坟 葬得怎么样 都出了哪些了不起的人物 真是做梦 王满堂 你是长得太出色了 可这女人出色 不见得命好 有一句话叫红颜薄力 你听说过吗 可算你先生替我算过 说我有陪王半嫁的你 我记得十岁那年 做梦的时候 还梦见过青龙 你知道我要带你去哪吗 不知道 我要送你去换衣局 换衣局是送什么的 换衣局是专门洗衣服的地方 是专门给皇上洗衣服的 皇上的衣服有专人洗 换衣局是给宫里的 其他人洗衣服的地方 那皇上会路过换衣局吗 皇上就是走错路 都不会路过换衣局 那为什么让我去换衣局 就是因为你长得太出色了 换衣局里 还有一个出色的女子 你不妨可以去看看 好 谢谢 干什么 我做最实吧 我去哪里了 哪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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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放手 干什么你们 查报 刘公公的意思你想清楚没有 我真不明白 放着大富大贵的日子不过 非要跑这儿受这种苦 你老公岑俊就是个反贼 而且已经被斩首 你难道愿意为他做贞结裂父吗 好了好了 那你哭吧 封女官 只要能离开这里 查报就是做牛做马 也心甘情愿 你终于想清楚了 起来吧 你收拾一下东西 待会儿我带你出宫 谢谢封女官 去吧 是 什么病啊 劳病 抬到东屋去 是 方满堂 你都看见了吧 洗衣不是难事 这儿 这可不是人呆的地方 宫里有病的宫女都被送到这儿 苟延时日 死后被送到西之门外的静乐堂 焚化成灰 那是命 那是命 我姓命 个人有个人的命 我的命 就是陪王伴君 陪王伴君 好 那你就先在这儿陪伴这些老太监吧 哼 谁要是敢动我 我就敲断谁的狗爪子 景明兄以为 老师突然以亲随传信 与你我相见 究竟是何用意啊 听和兄之言 正是景明所思 新皇继位 怕是西衙宫 想让你我有所作为吧 好 老师来了 老师 听和景明 你们来了 太好了 老师 您深重拖延 与我和景明不知何故啊 请老师明示 好 我就长话短说 新帝极位 行为怪异 处处不合组织 老师 老夫甚感忧虑呀 唯恐有父先帝的重拖呀 思虑再三 就想请 庭和景明二位 给皇上开设金言 给皇上开金言 开金言 去去去 是 宋兰儿 弥兰儿 爷 刘公公呢 带爷上课去了 谁让他去的 爷让他去的呀 胡说 这以后的课 也得自己上 谁也不准带 那可不爷 谁上课谁上学味 爷想了几天几夜了 这皇帝啊 不当也罢 要当 就要当个明君 爷这话说得有道理 可是 父皇从前常说 要当明君 就得要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可爷总得先弄清楚 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是个什么玩意儿吧 可是 这李格老的经言 开得实在是胃如嚼辣 要是他这经言像鸟吃的鹅脑 这么美味就好了 看他们吃得多欢呢 学士 今日经言开始吧 可皇上还没有来啊 皇上昨晚受了风寒 这么说 公公又是替皇上来上课了 自大皇上开经言以来 这是第六次讲经言 却有三次是公公来替皇上上的课 皇上日理万机 读书这点小事 我就代理了 哎呀 原本下官今日想讲 汉文帝潜性卸相的典故 可公公这一来 这题目又该换了 不用换 学士就讲文帝潜性卸相吧 只怕是这典故 公公听了难以入耳啊 不妨 学士请讲 好 汉文帝以身徒家为丞相 身徒家为人正直 文帝非常的器重他 文帝身边有个宦官叫邓通 一日身徒家入朝 见邓通在文帝身旁 侠侍恩宠 有怠慢之状 身徒家当即上逗道 陛下宠幸家奴可以 但是只能赐给他钱财 让他富贵 怎么能够让他辱墨朝仪 八朝之后 身徒家派人去皇宫捉拿邓通 文帝知道丞相有礼 邓通的确有罪 就叫邓通脱帽光脚 去丞相府谢罪 身徒家认为邓通的罪 有大不尽 论律当斩 邓通叩头谢罪 身徒家却不依不饶 文帝派人去致谢丞相 并求身徒家放过邓通的性命 身徒家这才放了邓通 公公好记性啊 学士教授的不敢忘记 那么公公的结论呢 文帝宠幸宦官邓通有过 身徒家正言直论 文帝文过则改 谦邓通服罪 使大臣有法可依 从而使宦官不能有恃无恐 文帝真是圣君啊 公公有何心得呀 全对皇上说了 皇上怎么说 皇上说 何先生的课上的是不错 只是太急功近利了 为什么总讲那些做古正经的例子 不讲一讲那些吊儿郎当的事呢 也就是说 如果我讲一些无道昏君的事 皇上就有兴趣来听课了 也许 公公也是这样以为吗 对我来说确实 学士怎么讲都行 开卷有意 皇上 今日经言 由邵瞻市杨廷和主讲 他现在已在御书房候驾了 没看到朕正在读奏本吗 皇上不好好读书 就连大臣们的奏本 都会看不懂的 这些大臣也真是的 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嘛 读那么的书有什么用 还不就是咬文嚼字 引经据典 再不就是把明明白白的大白话 非要说成文邹邹的酸话 就拿父皇的遗诏来说吧 皇上 你来做 不懂 问李先生 这多好 非要弄得朕不明白 朕要是真不明白 他们不是白忙活了 老臣转告大臣们 让他们尽量写得明白些 皇上请一架御书房 御书房去也 这个刘公公倒是个好听书的人 他这么做是不是有所 四里间经常带天子批阅奏章 这可是个重要的位置 再好听书 他也没进过内书堂 大字也不识几个 李哥老放心 他呀进不了四里间 李先生 皇上最近是不是经常逃学 皇上总打发这位刘公公 带皇上去听课 这位刘公公每次听课 还都特别认真 久而久之 和学士 杨瞻士都产生了一种错觉 觉得好像不是在给皇上开讲 而是专门给刘公公授课 而这位刘公公兄中学识不少 一个问题 有时候 让汉林院的学识想许久啊 李先生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让皇上不逃学 公主 现在只怕是 让皇上不能逃学容易 让皇上不想逃学就难了 让皇上不想逃学就难了 前日你说了古人头悬梁追刺古 早必偷光 今天呢 请杨先生来看看 是不是就是这副情形啊 杨先生 这样读书只记得疼 谁还记得威严大义啊 杨先生 这样读书 这眼前金星乱冒 哪还看得清字啊 杨先生 为了保护读书人的眼睛 能不能把凿臂偷光改成 破臂取光 爷 这枣笔偷光也不对啊 您想 万一这隔壁人家在洗澡 那不冲光尽泄了吗 哎对啊 如果隔壁人家在清理金银珠宝 那就更不行了 才不露白嘛 哎 不过杨先生教了我们这么多书 我们还是有收益的 今天呢 我们就编了一小段书 名字叫做 杨先生讨学钱 请杨先生雅正 正月里来正月正 苍朗朗 杨先生背着钱大子出了门 心里直把东家院 去年的学费还没给清 腊月的货贵得很 正月的行期是更吓人 米面一个劲的往上涨 家里有半月没开婚 没开婚 浩宝 演唱完了 没唱完 不过今天呢 就编了这么八句 要不 杨先生 你给我们再添几句吧 contributors 当今皇上 如能尽贤臣 远小人 先帝未尽的中兴大业 还有望传承 只是要辛苦二位 对皇上要寻寻善诱 多方开导 只有掌握了历代明君 处理朝廷大事的才智 皇上才不至于游戏江山 谢阿公 我等才疏学浅 难以担死众人哪 是啊 要说二位才疏学浅 那天下就没人能担得起 这副重担了 二位的学问 人品 都是毋庸置疑的 老夫要提醒二位的 只有一句话 要耐烦 耐烦 耐烦 再耐烦 不给邪魔歪道 以课程之机 老师啊 您说到这耐烦 前两天皇上还说呢 这四十五经 怎么是烦做的 而不是用大杂烩炖的呢 不过我倒在想 皇上说的这话 也还倒有几分道理 咱们得想个什么办法 把这四十五经 做成大杂烩 让皇上吃得舒舒服服的 老师 这烹四书五经的大厨 我倒想起一个人来 谁啊 此人正在国子剑开讲 王守仁 那咱们明天都去听听 老夫正想知道王守仁的学问 究竟有多大号召力 好 老师请 老师请 格物置之 我曾用七天的时间 去格庭院中的竹子 格不出个所以然来 竹子是竹子 我还是我 难道我还没有找到 登堂入室的钥匙 还是某些经典的解释 根本就说不通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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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才该好好地还醒还现 我们的书都读到死活那里去了 太子皇帝地下的规矩 这圣权唯一的解释就是 朱夫子的理学 是 皇守仁 师父有些偏激 就是 让他给皇上上课 是不是有点儿 我觉得心 这机药下在皇上身上 恐怕会有点儿效果 这叫以毒攻毒 这样 非但得不到格物的要领 还使穹里的原意完全丧失 圣学为什么会弄到今天这样 晦涩难懂 刻板僵硬 令人厌恶 让人难以亲近 产生厌学之心 其发端 就在于此 你狂妄自居 你是儒家的叛徒 你说什么 大家安静 老先生们 你们只是一味地要求学生 死记应备那些范文 充其量也就是提供给他们 一个追求功名利禄的工具 可这读书学习的真精神 完全丧失殆尽了 说得好 住手 格老 学士 少瞻士 你们都看到了 王守仁在糟蹋盛学 这是个求知论道的地方 怎么就成了勾兰瓦赦 这里可以大打出手吗 你们不觉得有辱斯文吗 还有你 李赵仙 在这礼堂里 就属你的调门最高 你得好好反省反省 来 杨明梓 杨明 你也是个正六品兵部主寺 你的学生当中也不乏高官富豪 你怎么就跑到这国子剑里 跟这些从八品的五经博士抢饭吃 我这不是 你看这些博士们 他们是因为相貌丑陋 才会含辛茹苦地做这个五经博士的 有才 有俊 有钱之人 谁会跑到这儿来啃着圣贤之术 要是把他们逼急了 他们个个可都是苦大仇深 杨敏子 今儿我请你喝酒 你给我布道 咱们开小灶 吃毒食 我一个人享用 走走走 学师啊 你那汉林院长院 我不道 你肯听吗 你姑且网言 我姑且听之 你云里雾里 我雾里云里 岂不悠哉快哉 汉林院学士就是汉林院学士 请 我也要去 你这伤行吗 可以 可以 你们这要去的话 那杨敏子可就要开大食堂了 你们得凑合份子 愿意 行吗 我们就一个人一百文 都交到我这儿 然后呢 我交给隔壁的老板娘 给你们每个人烫一壶酒 赵仙 你得二百文 为何我读过二百文啊 我得给你找个人 包商擦商啊 要不然你这破了像 将来找不着个席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